沿喜攻略作为清宫戏中的清流,热度一直居高不下,最受好评的莫过于其画面和服装呈现出来的高级色彩是卷了,一改以往高宝和艳丽的宫廷巨峰,采用了舒缓,宁健的莫兰迪色,打造出独特的沿喜莫兰迪之美。 余帽这次终于选对了电视制服装,不仅包括后期所选择的的色调,高级扬眼,端正又古风的莫兰迪色,给人以温柔打发,舒缓小致的视觉感,简直是电影极致感,如此受欢迎的莫兰迪色,究竟是什么色系? 莫兰迪色系,高级灰色调,衣服性冷淡的感觉,却又很耐看,是已著名的意大利画家乔治·莫兰迪的名字命名,通过不饱和色的相互组合,收获柔和的视觉感。 莫兰迪·乔治·莫兰迪1890-1964年,生于意大利波罗尼亚,是意大利著名的版画家,油画家。 在他的画中,好像所有的颜色,都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物,饱和度低,有一种不温不火的柔和感,拥有这种柔和感的莫兰迪色系,现在已经广泛运用于各行业界,美妆服饰家居这次年型攻略,也是采用这一层灰调,调和在画面中,让视觉达到温柔的效果,与搭气秀美的服装和头饰放在一起, 看起来颇有中国复古格调,当然,莫兰迪色不止在电视剧中古典优雅,在生活中也美伦美化,今年流行的乌兰、烟粉、豆绿、冷康等,都是由莫兰迪色系所派生出来的,莫兰迪色品类很多,在延年夏日穿上莫兰迪色系的衣服,可以调和视线温度,更容易在延年夏日的天气拍出每张莫, 悄悄告诉你,明星都开始这样拍了哦,除了穿上莫兰迪色系的衣服拍照,还可以后期调出莫兰迪色哦,下面,莫兰迪调色教程开始了,赶紧睁大眼睛学起来吧,今天需要用到的软件,是调色打湿Mix用女神,高圆圆的照片做例子吧, 首先,把女神照片导入APP,观察图片,可以看出,整张图片曝光偏暗,以蓝色基调为主,而莫兰迪色都是亮色系,所以,第一步先调整曝光,提高曝光加32,降低对比度55,调整高光42莫兰迪色偏淡雅,所以需要降低饱和度9, 画面还不够干净,要通过调整色温,色调,让照片更有感觉,调整色温30时,色调加9,最后,调整色向饱和度,使环境和皮肤更加通透,红色色向加7,饱和度-22,蓝色色向加37,饱和度-9,这样,莫兰迪蓝色就完成了,具体参数是照片而定,这里的参数仅供参考, 又到周末了,你们学演习攻略,学习莫拉迪色了吗?如果你有想法,欢迎在留言区和大叔交流哦,发布完转手机摄影转载时在后台联系授权,喜欢本文庆关注完转手机摄影。